感谢弟兄姐妹的见证跟分享 你们的见证分享 真的是非常丰富我们整个课程 让我们从中都得到益处 也看到神的伟大 真的只有神能改变我们 只有祂的真理能滋养我们的灵魂 刚刚银子分享的 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分享 还有我个人的经历 我个人觉得是说 我们常常会有爱枯干的时候 我有一个童工 他的女儿很叛逆 就是非常的叛逆 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师母 我已经爱不下去了 我的爱已经枯干了 面对自己亲生的女儿 由于叛逆的缘故 这个做母亲的居然会说 我对我女儿的爱也枯干了 他说即使是自己亲生的 我发现我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我没有办法再付出爱了 那同时呢 我又觉得说我做一个基督徒 我怎么会连我自己的女儿 我都爱不下去 也充满了自责跟罪疚感 那时候我听了 我就安慰他 我说姐妹 是的 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的 我们的爱是会枯干的 但是没有关系 你知道我们有一位爱的源头 是耶稣基督 我说我们这时候就来祷告 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就求神来加添我们爱的力量 所以我就带他做了一个祷告 我说主啊 愿你的爱充满我姐妹的心 让他在这个爱枯干的时候 能够重新与你这爱的源头接上线 以致你爱的溪流 可以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心里 这就是我们那个主题曲里面讲的 我们的爱里面有主的爱 如小溪融入了大海 然后之后第二天 他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师母 一个很奇妙的事发生了 很奇妙的事发生了 第二天我看到我女儿的时候 我发现我对她的那种埋怨 气氛 居然没有了 我突然发现我的女儿 看见我女儿的时候 有一种悠然而生的一种情感 就是说 我的女儿很需要我的帮助 眼光改变 他说我经历到 原来当我们哭干 爱哭干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这样子自爱自怜 甚至完全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很糟糕 是个很差劲的基督徒 原来我们可以尽管坦然地来到主的面前 祈求祂的怜悯 祈求祂的帮助 他说 这个以前我一个概念上说 我们是可以支取神的爱的能力的 他说过去这只是一个观念 一个概念 脑海里的概念 他说我没有经历过 没想到这件事情 上帝让我真是经历到 祂真的就是爱的源头 我不需要自责 我只要有一个愿意说 主啊 我愿意你的爱进入我的心 主啊 我愿意让你高兴 主我愿意和你的心 你来帮助我 我没有能力 主你来帮助我 是的 神真的是乐意帮助我们 那这个也是我个人很多次的一个经历 我说过 我们在服侍牧养教会的时候 面对各式各样的人 有时候真的有些弟兄姐妹 有些很可爱 你很自然就爱他爱得要命 有些弟兄姐妹在关键的时刻 有的时候显得不太可爱 要爱他可困难 非常困难 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说 神你是爱的源头 你来帮助我 所以这个也是我一个很深的体会 很多时候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 我们有需求 我们有期望 甚至我们有索取 你知道自爱自怜很多时候是 跟索取分不开的 因为我们付出的很多 然后我们就很自然地要索取 而索取不到 期望落空 受挫的时候怎么样 陷入自爱自怜 所以这个自爱自怜的根源 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索取 就是刚才弟兄提到的 对 我们焦点在索取 索取你关心我 索取你理解我 索取你肯定我 当我们得不到 我们就会自爱自怜 我们就很痛苦 我们就深深地被这种自爱自怜所捆绑 或者心里霸凉霸凉的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其实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 主啊 你加添我爱的能力 把爱加给我 你看 以致我可以付出爱 我可以给 这个是我们的焦点 主你的生命是一个能够付出爱的生命 你给我的就是一个能够付出爱的生命 你给我 你给我以致我可以给别人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 这也是一个扭转的开始 我们的爱枯干了 但是我们祈求圣灵把那个爱加添给 我们跟主的爱接上线 远远不断的爱就涌流在我们的心中 这个我们要去经历 神很乐意来帮助我们来得胜 是的 所以我相信各位都有很多自爱自怜 但是求神继续地帮助我们去治死那个自爱自怜 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享受在主里这个爱 讲到这个自爱自怜 我顺便再提起一个姐妹跟我做的见证 她是单亲妈妈 她离了婚 她就说啊 这个过去呢 以前她就是一个经常会闹情绪 然后自爱自怜 以前还在婚姻里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不明白真理嘛 不信主 不认识真神 所以呢她是说她后来就发现 原来呢她的很多闹情绪里面 跟暴力的索取 她用的一个字眼叫做 我是暴力的索取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然后这个暴力的索取呢 反正呢 哎呀你的丈夫或者别人呢 对你的这个关心永远不够 她不单只是要你的这个言语上的关心肯定 她还看你的眼神 看你有没有关注她 方方面面 稍微一个眼神不对的 啊你就说 你就会说 啊你不爱我 你不关心我 你不在乎我 或者她讲话的方式 不是你期望的 对方 对方讲话的方式 不是她期望的 马上就说 啊你看她根本就不在乎我 她说就在这种自爱自怜里面 她的丈夫 以前的前夫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什么都不对 样样都不对 对她的爱就慢慢 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其实是她自己造成的 然后这个丈夫的就离她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嗯 然后她就因此下一个结论就是说 你看吧 我说的没错吧 她不爱我 她不在乎我 她自己陷入自己打一个死结 然后往里面套 你看吧 她就不爱我 她就不关心我 她就不在乎我 这个自爱自怜 真的是一个很深的捆绑 也是非常破坏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 所以这个是真的需要去制止的 这个 说自爱自怜 我过去也是经常会钻牛角尖 自爱自怜 刚刚银子讲的 就觉得说 我啪啪啪流眼泪 我丈夫居然呼呼大睡 一点都不在意 那就更伤感 更难过了 就觉得说 她根本不爱我 这个我都经历过 那很痛苦的 我知道那一种 钻牛角尖 非常的痛苦 也不是只有你痛苦 她也痛苦 因为她怎么样 我都不满意 但是上帝真的是 借着真理 不断地光照我 让我开始 一直把眼光转向 主的爱 主的恩典 主 你这么爱我 我在主耶稣的爱里面 我知道 我很多的那些想法 是要去制死的 当我开始去制死 过去这种自爱自怜 开始有自由来爱神 也有自由来爱我的配偶 这个也是我们婚姻一个 转变的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阿们 然后接下来 我们说夫妻要合一 我们也听到很多 夫妻就是沟通上出的问题 神功还没念 在这个上课之前 老师要教给你们 那个首饰 九九神功 你们只累了两招 不能下三 第三个 爱的能力向上知取 爱的能力 要表现这个能力 一般你看人家打功夫的人 一开始预备式 所以我们爱的能力就这样 爱的能力 你们要重复 爱的能力 向上知取 这个为什么要多做几次 因为知取一次好像不够 爱的能力 你不要拿得太高了 这个肚子单甜这里 爱的能力 向上知取 有的人知取得好喜乐 第四招 我们讲到说 我们在彼此互动的时候 要先与主互动 所以我们爱的这个互动 就是 爱的互动 你面对面的是爱的互动 爱的互动 那爱的互动里 我们是要效法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 顺服神的心意 他愿意舍己 愿意舍己 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 我们用这个背十字架 表示我们效法基督 你可以左背也可以右背 你要背右背也可以 背左背也可以 所以是这样 爱的互动 爱的互动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的舍己 效法基督的舍己 服事 所以我们从第一招 练到第四招 第一招 爱的根基 爱的根基 一生尾身 我们站起来练 面对面 爱的根基 一生尾身 爱的动机 看重付出 爱的能力 向上知取 爱的互动 效法基督 有的人爱的互动 打起来了 轻轻地拍一下就好了 不要这样 两掌 你这个有的 可怜的姐妹 两掌就把对方打倒了 好 请坐 你们学了四招了 再五招就下山了 我们接下来上这个 爱的互动 关于沟通 耶稣说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什么 一体的了 那怎么成为一体 其实是透过不断地沟通 来彼此了解 如果你不沟通的话 你不知道我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想什么 所以这个是需要沟通的 很多的人以为说 夫妻感情好 感情好怎么定义呢 我们感情很好 因为我们从来不吵架 这个从来不吵架 不代表感情好 因为很多人 谁也不理谁 也不吵架 所以感情好 不是这样定义的 感情好 是双方都不断地有沟通 而且很善意的 很好的沟通 以至于双方都走进 对方心灵的世界 彼此合一 这才是一个感情好 讲到沟通呢 大概有一本书 可能大家都读过 都听过 叫做爱的五种语言 听过吗 听过举手 爱的五种语言 很好 大部分的人都听过 我想稍微地讲一下 免得你们错用了 爱的五种语言 爱的五种语言 它是讲说 包括口头上的肯定 送对方礼物 帮忙做家事 有很质量地 彼此花时间 交谈相处 还有身体亲密 拉拉手拥抱 身体的亲密 就是说 这五种方式呢 你要看你的配偶 最喜欢哪一种方式 那么你就乐意 愿意取悦对方 他喜欢这种方式来 我这样来表达的时候 他会感受到我的爱意 那我就很乐意地 来满足他 这爱的五种语言 你如果用来了解 配偶的喜好 那是好的 这是很好的 我的配偶喜欢什么 那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我就会按照他所喜欢的 来满足他 通过彼此的沟通 比如说这个妻子说 我很希望我做家事这么辛苦 没关系 你只要口头肯定说 哎呀 你辛苦了 这一句话让我很开心 我就继续很努力地做 那我也会感觉 你很爱我 所以他希望的是口头的肯定 那我知道对方 知道我的配偶 希望我用这样的方式 表达对他的爱意的时候 那我就乐意地 常常用口头肯定他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不要反过来 用这个来索取要求 什么意思 比方说 比方说 这个 我的丈夫是喜欢收到礼物的 我收到礼物的时候 特别感觉开心 你口头肯定不肯定 对我无关痛痒 比较其次一点 我其实无关痛痒 送礼物来就好 偏偏我这个人呢 就是在送他礼物上面 就比较忽略 我们结婚三十年 他只有送我一次礼物 就是一支笔 我升学院毕业的时候 送我一支很好的笔 三十年一笔 这笔账很好算 就一笔 那我能不能 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就下个结论说 你看 他明明知道 我是喜欢收到礼物的 三十年就一笔 所以证明 他是不爱我的 我不能下这个结论 如果用这样的语言的话 这个就是错用了 其实我知道 他是很爱我的 所以不是光是用这个来 评断他是不是爱我 所以你如果用这个来衡量 他是不是爱我的 你就用错了 你就会变成是什么 索取 强求是一种索取 然后你就会陷到 自爱自怜 我明明告诉了你 你要送我礼物 你还不送我礼物 你就是不爱我 你就是不在乎我 马上就自爱自怜 你马上就会 被这个负面的思想 紧紧地抓住 然后你就会越看越觉得 你的丈夫不爱你 你就会越来越疏远他 越来越关闭 这个就是我说的 你错用了 会破坏你的关系 因为我们说这个 爱的定义 你不能用这五种方式 来定义爱 我们也讲过 爱不是感觉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爱是有恩慈 有忍耐 不计算人的恶 不轻易发怒 这才是圣经里面 对爱的定义 你不能很简单地 用这个表面的这一些方式 来定义说 这是爱 这个是很危险的 不过补充一下 这些年呢 他虽然只有送过我一支笔 不过这些年 他有很大的改进 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我说这个东西我蛮喜欢 他说买 这就是你圣诞节的礼物 自己掏钱 我就自己掏钱 然后我很高兴 通过他的批准 送给我一个礼物 他是不掏钱的 但是呢 表达了爱意 经常现在买东西 都是我掏钱 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去了解你配偶 喜欢什么 取悦他 那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 有一点时间 在你的课本上 有这样子的一个习题 我请你们把讲义互换 把你的讲义 跟你的配偶换过来 你拿他的讲义 他拿你的讲义 好 你看那个上面 是不是有好几个空格 对不对 你可以勾一下 你很盼望你的配偶知道 你在 先不要吵起来 你很希望你的配偶 在哪些方面 对你表示 我这是我喜欢 当对方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很爱我 你就勾一下 可以复选 上面举的例子不够的 你自己在其他地方可以加 比方举个例子 如果我的配偶 过节日的时候 他记得送我礼物的 这个会让我觉得 他很爱我 你就勾一下 或者呢 我很盼望他 每天花时间 跟我一起祷告 这是我们两个心灵交流 他很看重我的表达 那我很喜欢 就打个勾 可以复选 所以有的 我看有的人就全选了 那假设 其他 这上面写的还不够 你有一种特殊的 这种需要 你就写 在其他地方写 写完以后 你们彼此来交换 这个讲也好 现在开始开写 事实上 应该在公公婆婆面 多夸自己的媳妇 那你也在父母面前 多夸你的丈夫 这个才是有智慧 岳父面前 多夸你的配偶 这才是有智慧的 你不要 哎呀你看 我这个媳妇怎么样 大家一起来打 一起来骂 这个开玩笑 我们从刚刚 大家这个选项里面 有一个就是 常常表达 对自己的肯定感激 这个可能我们中国人 比较含蓄 比较缺乏 那这是可以操练的 我们在昨天上课也有讲到了 我们说 基督徒 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就是我们是一个心存感恩的人 所以你要常常对你的配偶的付出 还有他身上的一些优点特点 要常常的有一个口头上的感激 有一些肯定 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你就面对着你的配偶 然后你就去思想一下 他的一些优点 个性上的优点 还平常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你这个时候就给他 趁机来表达对他的肯定跟感激 你们懂的意思吗 示范一下 老师说示范一下 我们示范一遍 你先 你先 在立场上很严谨 但是在生活上 你就不太要求我 所以这个我也很感激你 另外呢 就是你也会经常都开心 这个我也很欣赏 那我很欣赏你 Grace 就是说 你是一个 内外都很美丽的姐妹 你的内心非常的单纯 非常的美 而且向着神有一个单纯的心 这是我跟你这么多年 越来越能够感受到 而且非常欣赏 第二个呢 我觉得你的角色 你的角色扮演得很好 你总是在我旁边 有很多的提醒 有很多的这个 劝诫 有的时候我是很不耐烦 有的时候 我不太愿意接受 但是你提的 劝诫什么 我其实都听在耳里 那我很感谢神 把你放在我们身边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 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 一直到三十年 我都没有看走眼 就是你是一个贤妻良母 你真的是一个贤妻良母 虽然 有的时候生活上有一些 你不是这么想象中的体贴了 那这部分就不讲了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长处 不可能 所有的人都是完美 都在他身上 我们现在只讲优点 刚才体贴那个部分就不管了 就他不体贴就讲了 把我思路打断了 某一些方面 可能比较忽略了 比方说你回来忽略地欢迎你 对 但是呢 你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就是这种不是那种 算了不讲 意思到了 你们自己彼此感恩 彼此欣赏对方 这个其实不是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操练 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很甜蜜的时间 鼓励你们 这个学习完了以后 经常这样彼此来感谢 在人前人后 感谢你 欣赏你的配偶 你会发现他越来越可爱 好 我们要主动地向配偶表达 现在已经可以听了 还在感谢 那个谁还在感谢 可以听了 很忘我 好 我们现在上课 好 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们要主动去了解配偶的 这一个喜好 同时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主动地来 向配偶表达 我们喜欢什么 我们的期望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要记住 我们不要强求 我们要给对方恩典 就算你提出期望 但是你的配偶没有达到的时候 你要给他恩典 你不要计算他的恩典 你又忘了 我跟你讲个半天 你看你倒是忘 甚至有一些呢 他甚至不愿意表达期望的也有 有的就是说 我很希望我的丈夫在我生日的时候 送我花 那是在表达这个期望 特别是上完这个课以后 可以表达 你在表达这个期望的时候 最好是具体一点 你不要认为说 你的配偶一定可以知道你要什么 就像刚才老师举的例子 你希望你的配偶送一朵花 你就需要告诉他 我喜欢红玫瑰花 或者我喜欢什么什么花 你不要说我喜欢花 不讲的具体 你丈夫买一大堆白菊花回来 你看又很生气 送我们白菊花 你不是要花吗 你不能怪他 因为他不喜欢花 但是因为为了让你高兴 他买好一大堆白菊花回来 所以你自己要很具体地告诉他 你喜欢什么花 第二个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已经告诉他 他才做 那就没意思了 很多姐妹会不会这样想 会 就是说 你看你都不主动送我花 还要我告诉你 那都没意思 其实这是错误的 因为你的配偶跟你 就是一个不一样的 你喜欢花 他不一定喜欢花 如果你告诉他 我希望你送我花 而他很愿意有心去买花 来送给你 这就代表他的心意到了 你就为了这个要表达 感激和接受 表示说 你一提出来 他就愿意去做 那是不是表达了 他对你是很看重的 很在乎的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你不要说说 很吝啬地去表达你的期望 你可以很具体地告诉他 但是同时你要记住 表达了 但是不要强求 没有 对方没有做到 你也要给他恩典 那讲到这个 我就想起这一个 我有一个好朋友 这个姐妹很有智慧 她其实也是一个礼物型的 很喜欢收到礼物 她的丈夫是一个医生 天天工作非常忙碌 有的时候又接紧急电话就出门 从早忙到尾 那这个姐妹很希望她礼物到 生日到的时候 她丈夫送她礼物 比如说下礼拜二生日 今天礼拜五她就开始预告了 老公 我下礼拜二生日 到礼拜天 我后天生日 到礼拜一 我明天生日 到礼拜二 那天丈夫上班了 她看的时间差不多了 她就自己出去上街 买礼物 给自己买礼物 因为她知道她丈夫非常的忙 很有可能会忘记她的生日礼物 她就去挑哪些喜欢的 然后就买了 然后包装很好 她就放在那个餐桌上 都摆好 因为确实那一天 她丈夫就是忘记了 但是她也没有自哀自怜 她就高高兴兴地 出门去给自己买的那个礼物 都包装好 就放在桌子上了 晚上她丈夫呢 从医院回来 门一开 老公 祝我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me 而且谢谢你 给我买这么多礼物 都是用你的卡刷的 她丈夫 你不要每次我讲 你都拍手 人家以为你是我的托 然后呢 然后那个 她老公本来很尴尬 又忘记生日 可是她看她老公很开心 谢谢你送我生日礼物 她说 对对对 很好很好 给她丈夫恩慈 所以她丈夫 有很大的感受 然后一年一年 后来她的丈夫就开窍了 她说 我这个妻子这么喜欢我生日送她礼物 她就开始记得了 她这个妻子一说 我快要生日了 她就跟孩子讲 走走走 我们去给你妈买生日礼物 她就慢慢就学了 就记得了 当然 也是因为她们每一年买的礼物越来越贵 这样刷下去可能受不了 这个是老师开玩笑的 没有 其实没有 她没有越买越贵 没有 但是呢 你看这个姐妹很有智慧 她也总是给对方恩典 就是说 她有没有表达她的期望 有没有 她不强求 你没有达到 没关系的 也没关系 我就自己去买 如果我能自己做的 我就自己做 没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很健康 和神心意的 因为如果我们强求 我们就又是什么 索取 然后索取不到 我们就失望 我们就绝望 我们就自爱自怜 就埋怨 就闹情绪 我们就钻牛角尖 然后你就失去平安 失去喜乐 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 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 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人与人真的不一样 你看刚才那对夫妇分享的 两个原生家庭不一样 所以男女 然后加上原生家庭 是不一样 所以很多想法 不会相同的 我们就想起 有一对很好的朋友 这个姐妹呢 是个学舞蹈的 哇 那个学舞蹈 学艺术的 你看走路都是跳着舞步 偏偏嫁给她这个先生呢 是学土木工程的 就是土土木木的那种 然后呢 而且她的这个家庭 还是很严谨的军人家庭 所以那个弟兄 一站出来 玉树临风那种 很钢铁 挺拔那个样子 偏偏这个姐妹 就嫁给这样的老公 然后那个姐妹呢 姐妹是很热情的 很热情 她就是这样跳来跳去 然后她就是很希望 丈夫也是很热情的 所以她就告诉她的丈夫 就是 我很喜欢拥抱 我希望你经常抱抱我 这个军人世家出生的 从来没有抱过 所以一开始这个姐妹 她也不强求 你不抱我 我抱你 就扑上来 那个丈夫这个玉树 临风跟大树不动一样 那姐妹就爬上来 蹭啊 这个 这个姐妹很健康 很健康 她没有说 你看我都告诉你 我需要你抱抱我 你都不抱我 然后呢 她主动去抱这个丈夫的时候 她丈夫动都不动 而且肌肉全都是僵硬的 就是准备赴汤倒火那种 姐妹也没有说 你这个人太没趣了 你根本不爱我 你看我抱你 你还僵硬的那个样子 算了 以后不抱了 她也没有 她说没关系 反正我很享受这样拥抱 你硬硬的 很僵硬 我照样抱你 她每天还是经常会抱抱她 蹭啊 蹭了 很奇妙的 这个蹭了两年以后 这个丈夫开始改变了 开始这个有点软了 她再来蹭她 她有的时候会 有的时候会搭一下 又蹭了一年 这个丈夫就开始 开始会主动的回应 主动的抱她 这个书就垮了 她也会主动的去抱抱这一个 现在你看不出来 他们两个夫妻 有没有很自然 很自然 这个就是在恩典里面 这个丈夫就慢慢在 被恩典改变 融化了 请问上帝是不是 用恩典来改变我们 是不是 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给我们这个恩典 他用恩典来改变我们 我们也要用恩典来改变 当然他是不是改变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用恩典来带领他 我们要用恩典来看到 我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里面是充满恩典的 所以不要强求 我们要用恩典 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 给他恩典 总是给他恩典 这就是我们主题曲的最后一句话 一生一世怎么样 恩典相待 一生一世 恩典相待 好 你看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沟通 我们要表达 我们不要强求 其实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沟通 也很重要 会影响我们的沟通的结果的 你怎么样用沟通的方式 都会影响那个最后沟通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讲说 你不要以恶还恶 然后你要总是要按照真理来沟通 来回应 好我们看真言15章第一节 我们请弟兄念这个 第一句话 姐妹念后面 我们这样一轮流来念 弟兄先来 请 回答 姐妹 子路交违 免于报应 触动怒气 好我们反过来 姐妹先来 回答柔和 使路消退 免于报应 触动怒气 你如果回答柔和 就是这个人可能他在气头上 或者他讲话口气不是很好 如果你回答的柔和 其实可能这个怒气就停止 就消下去了 相对的 如果你的回应是很暴力的 你会触动对方更大的怒气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 言语要带着调和 要带着柔和 那为了要帮助我们 不要很负面的 拆毁性的去沟通 为了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给大家呢 总结了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 我把它取名叫做 情感奇迹 什么叫情感奇迹 我解释一下 情呢 就是事情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很原本的 很忠实的 很简单的 把事情 到底什么事情 简单的叙述一下 感就是感受 你当时的感受 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感受 情呢 就期望 你期望对方 能够怎么样来回应你 怎么来对待你 最后一个 就是当对方 愿意这样来 向你表达爱的时候 你会得到 让对方得到 你会得到很大的激励 你会激励对方 愿意这样做 所以事情呢 我会比较 就是说 我们要注重在 用恩典的态度 提出事情的经过 那什么叫做恩典的态度 就是说 我愿意一开始 就先假设 他不是故意的 是 如果我们经常 比较负面会是说 我就认定你是故意的 我就认定你不爱我 不在乎我 你老是这样 你总是这样 这是比较负面的 那这个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我先举个例子 这样我们一一的来 来看这个情感奇迹 是怎么使用的 怎么运用的 比方说 这个 我生病了 我感冒 我生病 我发烧 然后呢 中午呢 吃完饭呢 我丈夫呢 他就 下棋了 就去下棋了 就去看电视了 吃完饭 也不帮我收拾碗筷 也不帮我 做家事 然后 自顾自的去看电视 去下棋 那因为我 我遇到这个事情 我是不是会很生气 会不会 我会很生气 然后我就 用一个很负面的 很定罪的 很暴力的方式 来提出这件事情 我就会说 比如他会这样说 我就会说 我中午 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啊 你看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自私 你就只顾你自己 你难道不知道我生病吗 你还说你是基督徒呢 还说有爱心呢 你亏你还在教会里面 去带查经班呢 我看你是一个 最没爱心的人 最自私自利的人 好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是不是会 激怒对方的怒气 对方会不会防卫 甚至反过来攻击 这个就是叫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可是如果我用 情感奇迹的 这个事情 我先讲事情 我会怎么样提这个事情 我就说 我先不假定他是故意的 我刚刚一讲说 你看你自私自利 我已经认定了 他就是自私自利 但事实上 有可能他是忽略了 有可能是被其他的事 所想到其他的心事 没有在这个心思意念上 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你认准了 他一定是这样 这个就很武断了 那我就用 用恩典的方式 来提出事情的经过 我会比较是说 这个 其实我还在生病 那中午吃完饭 你就去看电视的 你可能不是故意的 或者你忽略了 我还在生病 我在提这个事情的时候 没有任何定罪 而且我是说 你可能忽略了 有没有 我这是一个比较友善的 有恩典的态度 然后我可以表达我的感受 因为你忽略了 因为你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你可以很平时的来叙述 这个用正面的方式来说感受 你可以说感受的 但是不要用那种定罪的字眼 可以用比较中性的 中性的比较是哪一些 定罪的比较是哪一些 我们看一下 定罪的比较是上面这一些 你看你这个自私 不体贴 表里不一 下面这些 可能就比较中性的 哎呀 你这件事情让我觉得 我被忽略 我很害怕 我不舒服 我很纠结 我很难过 我不开心 我很伤心 我很为难 我很无助 这些都属于中性 不是定罪的 你就尽量用一些 比较中性的提出感受 那我回到我刚刚的那个例子 我就是说 我还在生病呢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所以你就 自顾自的 吃完饭 就去看电视了 让我觉得很被忽略 有没有 然后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挺不舒服的 你可以讲 难受不舒服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就是很定的 你很自私啊 你很没爱心啊 亏你还在教会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很负面 对彼此的沟通 是没有造就性的 这是情感 这个感的部分 感受的部分 接下来你可以提出 你的期望 情感奇迹嘛 接下来你可以提出 你的期望 你可能会怎么说呢 提出期望呢 我会比较用疑问句 或恳请的方式 为什么要用疑问句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我们不强求 当我提出这个期望的时候 因为我不强求 所以我就要用疑问句 如果我要强求 我就用命令句 这样明白吗 有区别的 所以我就会说 可不可以下一次 如果我生病的时候 你帮我多做家事 帮我把这个碗 至少把碗都洗干净 如果你不能帮我做饭的话 可不可以下次 能够多多的顾念到 我的需要 可不可以 我一直讲可不可以 能不能 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洗 因为与其这么柔和 现在就洗 然后最后呢 如果可能的话 我说可能的话 因为对方 他 你提出这个期望之后 你要激励他 愿意更多的来 满足你的期望 那你要心存感激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说我们基督徒 要常常心存感激 所以我会用一个 比较激励的方式 这个激励其实也是 就是比较感激的方式 我愿意说 如果你下次 我生病的时候 帮我多分担家事呢 我会觉得特别的高兴 特别开心 觉得你特别的 能够分担我的难处 这个就是比较是激励他 表达一些正面的激励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总结的一些 可以帮助我们 比较正面来沟通的一个原则 这个不是说话的公式 我不是说你说话 每次都要用这一个 但是这是一个操练 操练你尽量地 用柔和的态度来彼此沟通 特别是在你过去 如果沟通都是很不良善的 都是很负面的那种情况 都不是有好的结果的时候 这是给你一个很好的参考 你可以从这里开始操练起 就像老师讲的 这个不是个公式 每次都说情感 奇迹和的这个公式来 也不是那么僵化 甚至有时候 你们可能在情绪上 也不一定能够 马上用情感奇迹这个原则 那也没关系 就是说 不是每一次你都 都操练的都是成功的 没关系 这个都不要紧 这个是一个方向 你可以去操练的方向 长久的这样子去操练 日积月累 你会发现你在跟你配偶的沟通上 会越来越正面 越来越合神心意 不再是像过去那种拆毁式的 发泄怒气式的 你会有长进的 特别是结合上一堂课讲到的 你在跟你的配偶互动之间 先跟主互动 先跟主互动 那么从主那里领受爱 能力和恩典 然后再用这样的方式来沟通 我相信一定会蒙神的祝福 好 我们现在给你们一个练习 你可以先跟你的妻子先 跟你的配偶 跟你的账户先 讨论 先讨论一下你们要怎么做 然后你们再跟你的组员 小组你们再彼此分享讨论一下 很好 这个我再次的强调 这不是说我们说话的公式 你也不要用这个去 强求你的配偶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我们父亲不是刚刚上过吗 一定要整面什么什么 这个你可能回去 你的配偶可能也不太习惯用这种方式 这个是需要长期的去提醒自己 但不要用这个来强求对方 或者是说你每次讲话 一定都要用情感奇迹 否则我就不跟你沟通 那这个就是错误的应用 这是用来提醒我们自己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来操练 我们刚刚讲了回答柔和 那另外呢 这也是一个温柔的操练 这是一个温柔的操练 那温柔 我们想到温柔 我们都会觉得说 温柔就是一个好像很柔弱无力 事实上温柔在这个原来的圣经里面 原文的意思呢 是指到一种力量 而且这个力量是一个受到控制的力量 那个力量是有的 但是这个力量是受到控制的 就打一个比方 比方说有一个人掉到井里面 我要把它拉起来 请问需不需要力量 但是我要这个力量是要经过控制的 否则我啪把它拉起来了 是拉起来了 手也断了 对不对 就像你去这个 去给人家推拿 这个推拿的人他就是要有力量 不过他的力量是受到控制的 否则给你啪啪啪 扇跟肋骨都断了 所以这个温柔确实是一股力量 不过它是一个得到温柔的力量 是有克制的 不单是你表达期望 就算是你的配偶有过失 或者是他冒犯的 你要劝戒他 也是要温柔 你不要只是去这个发泄怒气 只是发泄怒气指责一番 请问这个发泄怒气是不是一股力量 是不是一股力量 是不是一股力量 是 是一股没有受到控制的力量 这个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会带来摧残的力量 没有受到控制的力量 一定是带来破坏 摧毁 只有得到控制的力量 才能够造就人 是的 才能够让这个事情 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解决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操练这个温柔 这也是有智慧 那么圣经也有一个经文 这里讲 我们读一下经文 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 弟兄们 如果你们果敢被果敢所胜 我们 我们属灵的人 就要有温柔的心 把他往回过来 这里讲到你们属灵的人 其实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儿女 都是属灵的 就是我们属灵是指我们属圣灵 所以你不要以为这节经文 是那一些比较成熟 灵命成熟的 牧师 传道 小组长 他们是属灵的人 我不是 所以我就不用温柔 其实不是的 凡是有耶稣基督的灵 内住在你心里的 都是属灵的 每一个 因为我们是属耶稣了 所以我们说过 我们的话语权 不属自己 属谁 属耶稣 我们是属灵的 我们都要用温柔的心 把对方挽回过来 那你要温柔的心就是说 你的话语要得到控制 是的 不是说你不可以说 不可以去劝戒他 你要劝戒他 如果他错了 甚至在罪里面 你一定是要去劝戒的 但是这个劝戒是 要得到控制的力量 不是只是臭骂一顿 然后这个只是去指责 所以我们看到 发泄怒气不能够来建造关系 只会破坏关系 只会破坏关系 如果你一开始就带着一个 发泄怒气的一个开局 最后结果一定是破坏关系的 那当我们看不到 当我们看不到配偶改变的时候 这是经常发生的 我们切记一点 不要唠唠叨叨的 唠叨是没有用的 我们通常喜欢唠叨 想说你不改变 我就要讲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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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你改变为止 看到你改变为止 通过你的唠叨 对方就范 这个唠叨也是一种控制欲 你知道 你的配偶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他有他的自由意志 不是说你靠着讲话 讲话 讲话唠叨就能够改变他的 他的心 他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改变 你唠叨是没有用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不是牵涉到一些罪恶的问题 不是牵涉到赌博婚外情的问题 是一些生活的习惯 一些缺点毛病 你就要学习 顺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 什么叫顺服上帝的主权 这个意味着我们用平静的心 尽好我们的责任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但是接下来这句话好重要 不把我的快乐建筑在配偶 是不是改变上面 有很多的夫妻说 他要改变了我才快乐 你就是把你的快乐建筑在他改变的上面 这个是不合乎真理的 我就说如果没有牵涉到 这个很明显的罪行 像赌博婚外情这一些 那么我们就是回到这一个 就是说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为他祷告 我可以提醒他 但是我不要唠唠叨叨的 那用提醒跟唠叨有什么差别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是个基督徒 你很希望你的配偶 是跟你一样追求属灵的事情 可是你的配偶 每天就是抱着手机 现在手机成为第三者 每天抱着手机 上马桶也带手机 什么都带手机 吃饭也看手机 就与手机为伴 那你可能就是要提醒他 就是说 这个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在手机上面 然后我们也需要 来有建造我们彼此的关系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在手机上 然后也可以花一点时间 读经祷告 那我提醒他一次两次 如果他还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我可能就不需要 唠叨叨叨了 甚至有的妻子就很强烈 你再看再看 我把你的手机摔坏 就抢了就摔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样子 求神帮助我们就是提醒 然后为他祷告 其他就有很多的 就是要忍耐 其实讲到这个呢 我就想到我的儿子 我这个儿子呢 他就喜欢晚睡 然后工作 他这个年代的人都喜欢晚睡 都喜欢晚睡 然后工作又很忙 很多事情要动脑筋 我就看到睡眠不够 我们都很着急 特别担心 经常网上看到什么 说什么中医讲 什么几点到几点 一定是肝要休息 不睡觉的话 这个就很麻烦 我就经常给他送微信 你看啊 收效甚微 但是呢 这个唠叨 唠叨是没有用的 后来我发现真是没有用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 爸爸妈妈是很关心你的 你叫我不讲呢 可是我又很担心 做父母的嘛 讲多呢 你又嫌我们啰嗦 唠叨 那我说 那么 你觉得我一个 我应该怎么样 跟你提醒这个事情 你不会觉得我唠叨 但同时我又可以表达 我对你的关心 做父母的 看他这么年轻 有好多白头发 确实心里难受 那我儿子就是说 你一个礼拜 自多讲一次就可以了 好 那我就听到了 就好了 那有的时候只能讲一次 但是又看到他晚上不睡 又不能讲 很纠结 后来我就默默地走到他旁边 我什么都不讲 我就摸摸他的头 他说知道了 我说我没讲 这个也是对付自己那个控制欲 但是我实在是很心疼他 都是白头发 所以这个就知道 我只能真的是为他祷告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刚讲的 就是说 学习用平静的心 做该做的事情 比方说 这个是一个姐妹的见证 她丈夫是个工作狂 然后每一次跟她约定在什么时间 她经常是迟到的 因为什么 工作 我们约在什么时间饭馆 一定是等个半天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不来 还不来 她以前就常常发火 每天发火 就是为了她这个丈夫 工作狂 不守时 有一天呢 她就突然想到 她说 哎呀 这个 我的丈夫呢 就是个工作狂 我必须承认 我也必须认清这点事实 我没有办法 靠我自己的力量改变她 我是改变不了她的 我不需要每天为这个生气 发狂 很纠结 她说这样子 我也很讨厌我自己 天天在生气 她就决定要做一个改变 她愿意把这个事情 交在神的手里 改变 改变她先生的主权 交在神的手里 改变她先生的时间表 也交在神的手里 然后她就做了一个决定说 我呢 要用平静的心 做我该做的事情 所以下一次 她跟她丈夫约了 比如说约了七点钟 在什么餐馆见面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个 我们这个十二点半 要在什么餐馆跟孩子 我们要一起吃饭 你就过来吧 她先生说 好 然后他们等到十二点半 她丈夫不出现 他们就说 好吧 我们现在就开始吃饭 然后我们快快乐乐地吃饭 然后她丈夫呢 可能过了半个小时 才来加入他们 甚至 他们快吃完了 她才来 那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已经吃完了 她也不再生气了 这个就是说 她呢 学习用平静的心 去做该做的事情 然后把 丈夫什么时候改变 这个时间表 就真的交在神的手里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所以她就是不让配偶 改不改变 来决定 她的情绪 快乐与否 那这个呢 我们用一个图形 来帮助我们区分一下 我们的责任 还有神的主权 中间有一个圆圈 里面就是我的责任 也就是我可以做 我应该做 我可以做的事情 这是我的责任范围 但是很多的事情呢 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外 我很期待 很期望它发生 但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 那这是属于神的主权的部分 不是属于我的部分 那我就借着祷告 把它交托给主 这个图形重点是我尽我的责任 但是我不要把我责任范围之外的 那个也抓来 当作是我要控制的 那么就会产生这个无休无止的 会造成矛盾 紧张和痛苦的 我的责任是提醒我的丈夫 比方说我是一个爱整齐的 我总是提醒他说 你用完东西不要乱放 要放回原来的地方 那他如果老是 不能放回原来的地方 那我只是为他祷告 那我也接纳 我知道他就是 东西喜欢乱放 那我也必须接纳 那我不要因此就生气 跟他大吼大叫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提醒你 你的责任是什么 我只能提醒 我改不改变 这不是我的责任范围 他能不能改变 不是我的责任范围 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就为他祷告 顺服神的主权 常常给对方恩典 然后快快乐乐的 做我应该做的事 尽我的人生责任 这就是我们这堂课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让你们 这个小组里面 去分享一下 这个回想一件事情 跟生活习惯 不牵涉到这个真理 不牵涉到罪恶 不牵涉到真理对错的 就是说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 不一样的 有哪些生活的习惯 你很希望你的配偶改 就举一样就好 但是他老改不了 那你就应用一下 自己的责任 跟上帝的主权 来帮助你顺服 帮助你有一个平静的心 去做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 做这个习惯的时候 不要薪酬救很好 不要一想起 说他过去怎么着 我跟他说过多少遍 然后就吵起来 不是 这个习惯是让你 用在你身上 用在自己身上的 我怎么做调整 他改不了的时候 我怎么做调整 是这个意思 好 进入小组分享模式 אני希望你懂的 我怎么做调整